例如我现在想要在Microsoft Office2010的后面插入一个引文 所以我们就点选参考资料的插入引文新增来源 首先来源的类型我们可以往上去找到 例如说从网站 然后作者呢 作者例如说是wikipedia 然后接下来网页的名称 我们叫做Microsoft Office 然后网站名称输入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最后在网址地方输入适当的网址 然后接下来点选确定 那在这个地方它会秀出来 例如说维基百科 然后没有指定的日期 那当然我们在文件的最后面 我们要去放所有的引文 如何放所有的引文呢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我们可能就直接写引文 然后针对参考资料曾经做过的所有的引文把它建立成书目 所以是点选书目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把注目里面的这个插入书目显示出来 所以点选插入书目 我们就可以把刚刚曾经做过的引文全部都呈现在文件的最下面 特别说明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的样式像我现在所使用的样式是使用APA最新版也就是第六版的样式 它有非常多种不同的样式 然后会随着各位的实际需求而有不同的指定 所以这边它呈现的样式是有很多种 不是只有这一种 那我现在特别说明我所使用的样式是使用APA第六版的样式 所以这点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以上就是引文 如何插入引文以及制作书目的讲解 在画面右下角有我YouTube的频道 这个频道里面收集了非常多的线上电脑教学 而且都是免费的哦 希望您在学习的过程中能够愉快地享受这些资讯工具 带给我们的方便性 若您有任何的问题 也希望您借由电子邮件的方式来跟我联系 如果您喜欢本频道请您订阅 还有在影片下方请点赞哦 谢谢您